神用三星葱做成的葱油饼是热门小吃 这三星香的明星产业 年产值已经超过一亿元 但有人再加一改良 让这美味变得更健康 在台北一对年轻夫妻 他们研发出一款无添加的葱油饼 不用猪油 不加味精的无添加葱油饼 外销到美国、澳洲等地 创造出近800万年营收 让父亲俩成功翻身 其实他们一开始 是靠着母亲传下来的山东烧鸡创业 但这款调理食品 只有在节日时才会热卖 他们如何找到新的南海市场 来听这对夫妻的创业故事 我们从这开始的搅拌区 然后到这边 透过它这个压面积 从10分分它变到5公分 到最后的0.5公分 那一般来说 以前我们穿的口感 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做到像这样 每一片皮都是做到一样的薄厚度 那在它很统一的情况下 它吃起来它的每一片皮 它的层次其实都是一样的 只要透过机器卷面皮 正能把葱的馅料完整包覆 但您千万别以为 这只是在频繁不过的葱油地 它里头可是暗藏玄机 一般传统的话 我们做葱油的话 我们会就是采取是加猪油 对吧 那时候我们是想说 我们能够再满足不一样的客气 所以我们选择是植物油 对 然后包括我们在葱的部分的话 我们的量会加的比盐还多 对 那我们是 在接下来的话 我们还是会有加一些香油 然后去提一下它的香味 对啊 它这样调配出来的比例 那煎出来的比它带着香的香气 其实是不会输给加猪油的葱油饼 许立栋早在2014年 就很大胆尝试不加猪油 也不用任何味精的做法 该以简单的糖和盐取代 最后再加点黑胡椒跟油葱酥 让葱油饼带点台式的够杂味 有些人会觉得加的猪油会比较香 对啊 我说那里只是看客人 那我觉得还是在于就是 我们的调味跟我们用的料 我的食材用的好 我的调味其实就可以剪 应该说我的调味 就可以不用那么的讲话 其实你看我们的 你会觉得它特别的白 其实我们这样的选择粉 其实我们选择最顶级的粉 金粉 一般世界上可能就用中心高筋 它会来的会有点差异 它自己来的口感也是会 还来的更上一层这样子 许立东对食材的讲究 不光是在饼皮上加以改良 更重要的是 它挑选的葱 非得来自宜兰的三星葱 来到宜兰三星 放眼望去 这大片直挺挺的葱海翠绿 让人看了心旷神怡 尤其是拔葱的瞬间 更让人赞叹大自然的奥秘 抓到根根 抓好再把它拿来 可能一不小心就把它抓断 抓好 拉上来 对啊 拉上来 它跑比较 力量比较轻 拉这样上来 或许正是宜兰的好山好水 才能种植出葱白如此长的三星葱 如果大一点 它 葱白它会还会跑上来 还多 种它 帮葱会 葱会还会上来 又更难 今年就是 葱太厉害了 我说 钓葱 钓葱 嗯 对啊 还是会有虫害嘛 可是虫害它都是在 春天还是夏天啊 夏天 夏天 夏天比较容易会有虫害 那它会影响到今年的产量吗 嗯 应该是 有影响的 嗯 抓准时机 趁着价格好赶快采收 只剑葱龙手脚俐落的 不到三两下 就采收一整袋 像这种要三个月多才可以采用 很多年度啊 小鱼还更多 黏黏的 那个年度 是 洗干净就是这样 然后才搬上冲水 冲干净那个水 然后才搬 搬个搬起一种的香土 用电风去干 去干了 拉起冰箱 给它冰 冰铲 还搬出骨 比较漂亮 然后到两点半才装香 装香的时候 大气焦啊 许立东的大胆突破 不但成功找到一块新的南海市场 外销到美国 澳洲 中国等地 还彻底翻转了原本跌到谷底的创业路 刚结婚嘛 那时候结婚买一台车子 后来就怕先卖了 先把车子卖了 但是 女生的花钱数 会比小鱼的快 对 然后后来又再一样 不管是借信贷啊 保单借款 能用借 借了 不想 因为这样造成 家里负担或是什么 像我爸他们都没有开口 我会说 我都是想说 没问题啊 对啊 都会很硬的说 没问题 不需要帮忙 都靠自己 其实实际上 虽然底下借款也还蛮多 负债上百万全是因为 夫妻俩当时年仅三十出头 不顾双方父母的强烈反对 一个冲动冒展创业 当时他们卖的是 母亲传承下来的一道年菜 山洞烧鸡 可以把它做成调理食品 希望让这股家乡正春味有流传 山洞烧鸡本身 它是个一道凉菜 你可以加热 也可以不用加热 但是这样子 我们是不加热的 它是个很好的开胃菜 因为它是酸酸甜甜 它是代理酸香味 每次它在来做前菜的时候 我们都觉得 那一盘一定都会被扫完 聚到北方特色料理 用的是红鱼母鸡 肉质比较有咬劲 经过五道工法 结合中药蒸煮制作 它的酱汁更是灵魂所在 它的做法有点像是 低筋筋的概念 我们在蒸的过程中 它会流出来的集汁 其实那是最重要的精华 所以我们就把它收集起来 收集起来 拿来调配它的酱汁 所以它自然呈现出 它这个浓稠的口感 它这里也没有勾芡 它里头就已经有 已经有丰富的交集 那它带出来的味道 也是会更特别的现象 原本创业前 夫妻俩就在电商 从事产品企划 但天真的他们 误以为只要照着 相同的网路购物模式 将人让山东烧鸡 销售一空 没想到现实总是残酷的 爆红后势必有走下坡的一天 截止到的时候它会往上 截止过的时候 然后它又会整个皮的这样子 那后来怎么办 想办法还是得 对啊 想出路 因为总不能说 每次都得靠截止 在过了差不多半年快一年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 其实就 我就直接回到市场去工作 那老婆就去留在我们这一部分 然后去做 走投无路的两人 在现实的迫下 不得不为五楼抿着腰 重返职场 而同时许立栋也到餐厅 食品厂兼差 强化自己的务足 当初大家一定都是不看好 所以我跟你讲 从身边的地方都会觉得 我是不看好 但是我会觉得如果说 我想既然想做这样 我一定会希望说 我想继续努力下去 对啊 我想还是想继续努力 把这些东西做好 因为只是我可能没有抓到 它的那个关键点 因为我毕竟不是这个背景 跟料理相关的 对啊 或者说我有上一代 直接我是第二代接手 都没有对啊 我是自己想说 我去创了这个品牌 看他那么努力 想说放弃又很可惜 你知道吗 因为已经经历那么久了 对啊 所以最后还是坚持下去 所以说每次过程 都会一直吵架 常常吵架 每年都吵架 虽然嘴上说 夫妻创业 吵架成了家常便饭 但床头吵 床尾和 这些年来 李逸臻的百分百支持 予付出 做老公的全看在眼里 不禁落下难而泪 他的那个辛苦 辛苦不是一般人可以提 像我跟我老婆 其实有一年也是这样 要出了货 你根本连原料都找不到 两个凌晨 对啊 真的是凌晨三四点 就到那个市场 去门口去等 等着去弄伤把货 给抢来 对啊 抢来之后 我爸再下来帮我去做 对啊 因为我爸本来是不支持的 但是因为你说这个东西 他会愿意下来 是有愿意 不容易的一件事 因为你要去做那样的事 是不容易 靠这个人不可能完成 仿佛得到家人的认可 夫妻俩所有的努力全都值得了 一个姻缘忌讳下 徐利洞突发奇想 手创一款便宽三公分的女肉面 光是牛骨高汤 就得花三天熬煮 才挑选了牛腱中 筋肉比例最好的部位 牛腱心 我几乎所有的箭子 全都试过 因为它这个口感 就很像半筋半肉 它不会说 你吃起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个筋会咬不动 徐利洞凡是亲力亲为 全都自己来 因为他说 前置作业很重要 只要一个步骤错 就得花三天时间重新来过 其实最难是要调那个火 有时候看我真的 或看不太出来 我都大分钟听的 就是这样 吹毛求刺的个性 并让夫妻俩的私房菜 做出自己的独特价值 每年的营业额 更是超过百分之三十的 快速成长 最早 其实你在一年以后 要破坏其实都很难 但是我们在每年 其实都是返北 我们现在是第八年 所以我们原本 电商跟通路都在 平均一年都在七百到八百万 对啊 营收都基本都在这边 如果好一点的话 像我们前人是有高达到一千万 对啊 就是两个人 所以我们会觉得 那集就是 好不容易自己是有达到一个成就 两个人可以做到这样的业绩 俗其了如此亮点的成绩 每步走来都相当艰辛 这几年他们决定在观光客最多的淡水 开设实体店面 因为他们深信 唯有直接接触客群 才能得到更多的反馈 让大家都能品尝到 最道理的特色司法料理 都看到这里了 想必一定很喜欢我们的影片吧 大家好 我是凯淳 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 加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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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